大家好,我是余珊珊 我很荣幸替阿强写过几篇一评和报道 我是八七年来到纽约的,就认识阿强了 后来谈起来呢,我们在香港还读过同一所中学 阿强是个很感性的人,也喜欢读书 对古军中外的书呢,都有所涉猎 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写过一评之后呢 我们有时候会分享一下读书心得 他当时呢,就推荐我看Sam and Rushdie 鲁西迪的魔鬼诗篇 还把他的那本借给我看 我看完之后呢,当时在我们家附近呢 鲁西迪刚好有场演讲 我就很兴奋的跑去了 那到最后呢,是作者签名 我突然想起那本书还在车上 那看当时排队的人还蛮多的 我就拼命跑跑跑,跑回车上去拿这本书 然后又跑回来 那很幸运的我赶上了,是最后一个签名的 我回家之后呢,就打电话给阿强 说我有一张礼物送给你 那阿强说什么 我说,鲁西迪的签名耶 然后就听到他在电话那头叫了好大的一声 说真的啊 我说对啊,真的啊 然后我就听到他开始笑 笑了好久,大概有一两分钟那么久 那后来呢,他还提过好多次 每次都说,哇,你真的替我拿到签名了 然后我很高兴我替他做了什么一件事情 让他记得那么久,而且高兴了那么久 阿强,很难相信你已经不在了 我有时候呢,还想打电话 还有冲动想打电话给你 觉得你好像是在跟我们开玩笑 阿强,我相信你现在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我们会永远怀念你的笑容 你的艺术,你的活力 还有那港式幽默 谢谢